在这里呢,首先要我向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年快乐,还有数年有数不尽的钱,也数不尽的健康 也祝我们一二三月生日的收心,身体健康,还有生日快乐,万收无疆 休斯顿中华老人服务协会借着元宵节在休斯顿巧教中心大礼堂举行了今年第一季庆生会 上午十点前,会员陆续进场,这一季收心也在千道处领取雄花,准备开心接受大家的祝福 而发斯卡导师许建斌带着年轻学员在现场忙里忙外,与护士协会一起协助该会 当天由旅馆工会端庄大方的何一中会长主持会城,应邀出席了驻休斯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福参事 你不禁,说明了入境中华民国最新的暂时限制规定 提醒侨胞注意入境台湾时使用不同护照可能带来的影响 2月7号开始,持外籍外国护照入境中华民国的外国人一律暂缓入境 那我们现在的计算方式就是说,如果你拿外国的护照 在你抵达台湾的当天之前的14天,如果你去过中国大陆,去过香港,去过澳门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签证或是免签,你都不能入境中华民国 所以你们在使用外照要进入中华民国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们有那一段的旅游历史将被阻绝于境外,没有办法入境中华民国 而最近形象有着重大转变的休斯顿侨教中心陈一方主任 则提醒大家用微笑替代握手礼仪 为新的一年迎来新希望 随后一二三月的寿星在快乐歌声中开心切蛋糕庆祝生日 我们也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大家生活有点紧张 那我们不再很轻易的跟别人握手了 可是我们不跟别人握手并不代表我们的欢乐,我们的喜乐少了一点 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大家不握手,可是还是献出您的微笑 我们相信呢,微笑呢,也能够表示祝福 也能够表示我们对一个新的一年的感激,新的一年的期望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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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ppy Birthday 好,我们现在有画出吗 好,我们现在有画出吗 好,一二三 接着会员精心准备了于心表演节目陆续登场 伴随着大家一起欢度今年的元校佳节 最后令人兴奋的抽奖桥段 是参与会员最期待的部分 不但奖品种类多 数十个现金红包为现场增添了期待又紧张的气氛 期间赵婉儿并呼吁会员支持赞助商 让彼此形成良性循环,相互扶持 去年七千块,前年五千块 他每一年都给我们捐赠 所以希望我们的会员 或者你的兄弟姐妹 或者你的儿女 记得去关交国泰银行 他有的赚,他才有钱捐给我们 他没的赚,他怎么捐啊 对不对 然后今年呢,有一个批评 就是你去开新衣的话 他有送给你一个金的老鼠 OK,然后你假如已经有实力在那边 你要加钱在那边,他也送你一个 好不好 所以记得我们去多多关交国泰银行 好了,好了,好了,看清楚 请不吝点赞助商 请不吝点赞助商 Tikor ễ00米威 展日 赞助商 空流依然继续憔悴 逃到路段路来 吞吞吞吞 为你回秀我回头 你叫做乱世之后 你能轻轻睡好快乐等着 不想多多跳跳打打 你能看自己的小孩 你能看自己的老婆 我会有什么 也不想意外 你能看自己的老婆 你能看自己的老婆 我会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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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看自己的老婆 爱也不可以再回忆 对寂寞对回忆 终有梦终有你才心坠落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曾有 一句话 一辈子一生就 铁藏着万丈深渊 多少人为了他就此长年 却不能闭上双眼 一辈子一生就 一辈子一生就